越南最大城市胡志明市 处处是歷史文化軌跡 但这浓浓越式风格中 带有一丝台湾味 谢谢 在越南悠闲的午后 年轻人喜欢来一杯手摇印 不过台湾的同班美食 到了越南可是身家翻倍 黑糖珍珠 尬鲜奶 各式台味 可以前进越南 像是基本款珍奶 价格从一杯台币八十元 到一百多块都不稀奇 徒步商业期 那就可能就不用讲 因为观光客游客多 他们可能你价位高一点 高出一倍 他们都OK 好不好喝到几次 但根据统计 越南的国民平均所得 其实只有两千五百四十美元 对很多低收入的人来讲 这贵桑桑的奶茶 可以说是一种奢侈消费 对我们来说 我们这种奢侈 有联统的 就是一种奢侈消费 你让我喝水 我们还喝水 很冷 我通常喝水 最后喝水 最后喝水 我最后喝水 最后喝水 一很甜 奶味要很夠 那可能在奶粉奶精上 比例上就要調整 台灣的那種黑糖的焦度 他們不接受 他們認為這是炒壞掉了 這是已經就說不定講 炒灰燙了 就是因為手搖引太夯 到處都有奶茶間 短短300公尺內 就擠了至少23家 比便利商店密度還要高 以人潮熱度來區分 店面租金也差很大 四米寬兩到四成樓 從4000、6000到2萬美元不等 但台灣茶飲業者還是不退縮 尤其連鎖品牌更是大舉進攻 完美裝潢完全不輸 台灣網美咖啡廳 因為越南人重享受 喜歡內用慢慢喝 至少要飲店必備的 就是富含設計的座位區 給你買 打開手機APP搜尋 在胡志明市 有近1300家的手搖引店 從這年輕人不敗的奢侈文化 也看出人口紅利下的圓圓商機